海賊王 海賊王是少年漫畫裡面充滿了令人難忘的角色和感人至深的友情 羅傑的最後說的話至今仍在回想 白鬍子的垂死之言創造了一個新的海盜時代 布魯克的歌聲給草帽帶來了新的歡樂 羅賓的一聲恳求讓所有人流下了眼淚 而巫索普向路非的忠心道歉深深地打動了他 但是如果說有一個角色是刀子嘴豆腐心的 那一定就是紅髮香克斯 儘管香克斯是四皇之一並擁有令人難以置信的實力 但他從來沒有真正戰鬥 而是用言語表達了自己的影響力 停止了正常戰爭並與一些世界頂級領導人會晤 大家好,我是茶葉蛋 廢話不多說 我們現在來看看最年輕的四皇用的十個引人入勝的語錄 來啟發路非的旅程吧 我們的世界頂級 將他們超過這麼大的愛情 那麼會讓這個帽子 我們先預訂 它的好心 你必須的事,你必須重要的事 你必須要回到 立派的海賊 你必須約束,Ruffy 多數人會說 正是羅傑在羅哥真的最後一句話激發了海賊王這個故事 但是,具體來說 如果不是湘克斯和他對陸非說的離別話 海賊王迷喜歡的冒險就不會開始 他不僅在陸非的頭上贈喻了一份很棒的禮物 而且他給陸非帶來了人生目標 直到陸非能夠真正做到這目標 然後還給湘克斯帽子 啊,長一拘捕了,等到別人了 很寂寂 嗯,很寂寂 你不能再帶走 你自己成為了,海賊 那些人 對 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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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盯着每个人,让每个人都知道他有很多种方法来阻止这场战争 仅仅是他的态度和背景就足以让人不寒而栗 跟上一个比起来 这个是更直接的挑战和打击每个人包括海军陆战队员和白胡子 这也让大家注意到香克斯一直想要说明的一点 无休止的战斗是毫无疑的 在这里,这句话不再是一种挑战 而更像是对愚蠢的人直接呼吁 如果还有人想要战斗 在这两起事件中,都没有人挺身而出 即使是海军上将也不例外 算是平靖的 这个是天档的 裏偏力呢 如此取赐的 蜡目呢 第一次 对 在顶上战争的最后 香克斯进入了战场 路飞被匆匆带出了战场 香克斯跟他说了一些临别的话 都没有看他一眼 加上他的和平主义和重视生命的坚持 香克斯让路飞和我们知道 重要的不是胜利 而是前进 即使是失败了 如果一个人愿意从他们的经历中成长 所有的选择都是可行的 对于路飞是下一代海盗的象征 这是最大和最直接的声明之一 这句话显示了香克斯早期行动的巨大意图和目的 他不在乎失去了手臂或嘴把自己置于危险中 他设法保护了一些更有价值的东西 一种可以带来影响 改变和自己经历的生活 创造了一个时代 这里的许多羽露都处及了香克斯的保护欲 但还不足以使他看起来谦卑 许多角色尤其是在九十年代都是年轻而傲慢的 他们在采取行动之前就表现出了态度 香克斯在这里说的话帮助路飞赢得了这样的声誉 香克斯愿意在相对无害的时刻放下见的意愿 并不是一种羞辱 而是一种谦卑 这是对香克斯价值观的真实证明 当然 他真正想表达的是这句语录的后半部分 没人能够伤害我的任何一个朋友 在上面的同一段对话中 香克斯对试图伤害路飞的山匪的说的话 从此以后就定义了所有的海盗 他们不是像龙珠里有那样的力量强大的战士 也不是像火引人者有那样遵纪说法的人者 他们是骗子 是打破规则的人 是真正自由的人 他们冒险出海 按照自己的规则生活 任何事情都是可能的 任何事情都是游戏 因为胜利不受中央政府的限制 而取决于海盗赤手空拳能做到什么 敌人用枪顶着他的头 香克斯不仅敢让敌人向他开枪 还给了他上了一堂关于如何运作枪支的完整课 香克斯是一个真正懂得言辞的力量的人 他显然知道行动的重要性 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一个人的行动基于某种类似威胁的东西 那么他显然会被一个实际的行动击败 就像他就这样简单被香克斯的手下解决了 现在来总结一下香克斯的所有语录 承诺和威胁都可以导致一些事情的发生 战争和暴力是有意义的 但没有什么比生命更重要的了 甚至是荣誉 海贼王师说述不同的统治者和海盗的不同的人生观和荣誉感 他们把自己的生命压在了这些不同的价值观上 奇怪的是香克斯一开始竟然是一个同气犯 因为他身上的一切 尤其是这句话 都在那喊着他是在为拯救每个人而战 那大家下次见咯 喜欢海贼王的别忘了订阅